前两天有姐妹让我分享一个不用厨师机做面包的视频 今天来了 今天做的是一款最基础的亚麻纸吐司 口感非常的好 但是做法又是非常的简单 不用厨师机 甚至不用揉面 就能出手套模 看一下这是将近晚上12点 我们来准备吐司面团 将配方里面除黄油酱母之外的其他的全部材料混合 然后只要活成没有干粉的面团就可以了 面团没有干粉之后就可以盖上保鲜膜 然后放冰箱冷藏一个晚上 这是25克的奇亚籽 然后加25克清水 盖上保鲜膜 同样放冰箱冷藏一个晚上 现在已经是第二天早上的10点钟 我们揪一块小面团看一下 看看这个虽然说不上是手套模 但已经是很薄很薄的模了 现在我们准备5克酵母 用20毫升的清水化开 然后直接加入到面团 因为面团已经有了筋性 我们酵母水不好融入 可以将面团全部切成小块 然后再去揉搓 只要将酵母水充分的融入到面团就可以了 同时也可以将黄油和亚麻籽加进去 然后只要将面团揉搓到光滑细腻就可以了 黄油可以提前从冰箱拿出来室温暖化 这样可以更加方便融入到面团 整个揉搓摔打的过程就几分钟 只要面团充分的吸收了黄油 手套模自然就有了 面团光滑了之后 我们切开看一下 这个算不算手套模 然后整理成圆形 盖上保鲜膜发酵至两倍大 发酵好之后 再拍打排气 将面团平均分成六份 每一份大概在185克左右 我这里是两个450克模具的配方 如果只做一个的话 材料减半就可以了 全部整理成圆形之后 取出第一个拍打排气之后 然后擀成牛舌状 再翻个面从上往下卷起 全部处理好之后 再从第一个擀成细长条 为什么都是从第一个开始 因为我们从头到尾擀的过程 就可以给面团一个松弛的时间 擀成细长条之后 再从上往下卷起 然后放入吐司盒 二次发酵 发到八分满 就可以放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 200度烤半个小时 我今天是烤了33分钟 看一下有没有发现不一样 看一下很明显 两个吐司盒烤出来的颜色 完全不一样 这个就有一点点烤过了 可以少烤五分钟 用这个盒子 这个的话就刚刚好 深色的吐司盒倒热快 应该28分钟就够了 浅色的话就刚刚好33分钟 这个吐司含水量大 所以它的口感真的特好 深色的就外皮有点酥脆 但里面同样是蓬松柔软 湿度大 真的特别好吃 这个配方一点都不甜 喜欢甜的朋友可以再加点糖 喜欢甜的朋友可以再加点糖